来来来啊这个先去先停一下好吧 先看看我啊 我在这里面刚才下去的时候看了几个问题 我觉得有必要得说一下 首先是第一个就是那个sab 我这个一不讲确实不行是吧 对 你看一下这个这个我博客上写的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这是签名啊 就叫人家这个方法的签名是什么 他前面是什么 是不是一个时间对象才能调用我这个sab 对吧 这个s是个大写的啊 你要想清楚 咱们讲过包的可见性 但凡是我调用别的包里面的东西 那肯定手字母是大写的 他要是手字母不大写 我根本就调用不了 能理解吧 所以说他一般都是手字母大写的啊 大写的ssub 然后那我这里面是不是他的参数啊 对吧 这个参数这个参数是个什么类型啊 是不是一个时间类型啊 就是time点大time类型 就是时间那个包里面的时间类型 它返回值是一个 这个direction是什么东西啊 就是时间间隔啊 时间间隔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吧 找到时间间隔这个地方啊 找到这个地方是no 是吧 我们再来个减sub sub表示什么 两个时间相减 相减是吧 6 比如说上面什么拿到一个no 对吧 no这个时间 然后呢 我就写什么no点sub sub是减另外一个时间 别人给你传了一个时间对象 能理解吧 我们下面哪里有个时间呢 我自己写一个时间是吧 我自己写一个时间是吧 下面是个地方是不是有这个东西是吧 可以吧 我现在是为了造一个时间啊 造一个时间 比如说明年好吧 我这里面就写一个 2020年了 30岁我的天呐 2020年 真是 我现在出门看人家说自己说自己是2000年了 我就咯噔一下 00后就是传说中的00后真的 我们这样好多学Linux都有00后你知道吧 学Pasinux就有00后 00后都读了多少下都是也 19了对吧 就是他们高中毕业 然后上个大专什么的是吧 他可能就出来实习啥了 真是 时间过了 岁月催人了 真的是长江后浪飞前浪 我们说个1月1号好吧 元旦好吧 然后我算一下这个元旦和今天相减 元旦这个时间和现在这个时间相减 就有多少 中间是有多少时间间隔 我看一下 那sup减减谁啊 减那个next year 好吧 可以吧 然后他返回之是一个什么 sup 是不是一个时间间隔类型啊 写上一个 d吧 往后来他 打印一下这个 就打印一下这个地吧 好吧 这个地 没问题吧 上面是不是应该有一个 试 试 试 这个太乱了是吧 我得打印一个分割线是吧 看不清楚 没保存吗 刚才啊 可能没保存吧 我得保存 先试一下 这出了 这里面是有个负的 对吧 负的是多少 这多少 多少个小时啊 3000多个小时是吧 一年是不是应该是 算了 算了 大概这么多 然后我想演示一下 我们可以算一下明天的 比如说2019年的8月4号是吧 算一下 隔明天大概有多久 这应该是有个19个小时是吧 这差不多吧 对吧 19加12应该是 二十几啊 再减一下 算了 这个数学确实有点 怎么还是负的 你要想得到正的 就是用next year 减去这个闹 对吧 你换一下 掉个个 他减到 这样啊 这样不就一样了吗 这个应该是19个小时是吧 19个小时到明天 他是这样的 他是咱们这个地方时间 是不是应该是个0点 对吧 他这个地方是个12点 肯定是要还要加12的 是吧 还有加一个 加几啊 从8点到12点 是吧 行行 不算这个啊 或者你要非得验证一下 那我就写个嘛 15冒号 04是吧 04 05 我算一下 今天的 12点25 到明天的 明天的12点 25 可以吧 这个问题啊 31个小时 怎么算成 31啊 他有个市区是吧 市区 我还得指定一下 市区 市区 我记得有个市区 那个标注位叫啥来着 还没有是吧 怎么指定市区啊 市区 我想想啊 这个减是怎么减的 加个UTC 下个UTC 加个UTC什么 在这里面 UTC 这个是吧 这是有UTC 是讲 这是打印的哪 打印这个地方 是吧 怎么给它转成 我记得是可以直接点的 就点Utc 点U 有这个吗 怎么怎么弄 转一下 我想想 可能算不了了 时间找一下 Utc 等等 ZONE 这个时区是吧 这里面不是有个Utc吗 我记得是有个Utc 返回Utc和零时区 点Utc 什么没有 因为我之前写过这个 我说来看一下 点 next ear等一个nextear.utc 有的吗 有的 把它转换成Utc时间 然后再nextear.sub 那我上面的是Utc时间吗 是吧 那是Utc时间 是吧 那你先 传承了 应该是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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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这怎么还是31个小时 哦 上面那个不是UtC 是吧 啊 Utc-Utc 当天是这样不是转了吗 Utc吗 你是那源 你是那源 好好好 态度好一点吧 怎么还是这个 没保存吗 因为它过去的时间 你转过去后 它也转成了那个Utc 所以它转我这个Utc 你把这个Utc 我这个地方不是什么 去掉 把这个去掉 把这个去掉 啥意思 这个 还是怎么老是31 你在下面画一下 是第一点的结果 你在记忆的时候 我回去看一下 等我回去看一下 这个闹 我回去看一下 这个闹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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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还能这么写 Utc 还能这么写 这怎么这么写 你看就错了 行 等会我回去看一下 这不着急 然后关键给你说的sub是减 他不是说在这里面减一个小时 是这种 不是这样子的 同学在这里面写1.second.hour 他不是这么减的 可以吧 他不是这样写的 他简的是一个什么 简的是一个时间 时间对象 返回值是一个时间间隔 这是第一个我要跟你说的 还有一个是听我说 听我说 还有一个是什么 就是你的同学说 他学了一个 是吧 他要去看一下睡 是吧 我让我的代码睡5秒钟 sleep 他说我要去看一下 sleep怎么用的 怎么办 他就看里面文档time.sleep 是吧 slep 这个没问题吧 他说我得去看一下 sleep怎么用 他就点进去看了 一点进去看 懵了 这是个啥 这是啥东西 首先来说 咱们看一下 这个东西是不是就是一个普通的函数 只不过他这个地方没有实现 是吧 那肯定是干什么 是隐藏了 帮你隐藏了 不让你去看的 这里面 你看sleep后面的跟着啥 这是不是函数名 后面是啥 参数 参数 他有反回值吗 没有 这个参数是什么类型的 是不是就是这个时间间隔的类型 能理解吧 就时间间隔的类型 所以说我应该怎么怎么用 传一个时间 他就传个100 这个100是个啥 他就当成了什么 这个传的进来 他就默认帮你把传进来的参数 转换成了TIME 这个division这个类型了 这个division类型是什么东西 点击去看一下 是不是基于一个内置的int6-4的类型 是不是造了一个division这个类型 是吧 时间间隔的类型 这能看懂吧 这和我们之前造的mineint 是不是一样的 对吧 然后 接下来 他是不是他定义了几个常量 才是我们用的最多的 第一个是什么呢 mine direction 还有max direction 这是啥 这两个手字母是小写的 说明什么 只在他这个包里面用 是吧 只在哪个包里面用呢 看他上面最上面 他声明的是什么包 不在这 不time这个包吗 所以说他只能在什么呢 只能在time这个包里面用 我就不该往上拉 是吧 关了我重新进去吧 真的是 这个是吧 这两个说明什么 只在这个time这个包里面用 对吧 他这里面做来用来做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本质上是存的什么 是不是一串数字 int64类型的数字 对吧 所以说他得干什么呢 他是不是就得判断一下 你传进来这个数字 是不是一个正经的时间间隔类型 所以说他应该有个 把最大值最小值是保存一下 等到你别人传进来的时候 是不是他先判断一下 是不是正经的 能理解吧 正经的怎么办 是不是一定有一个范围 对吧 一个范围 一个最大值 一个最小值 再往下看 这些是不是我们经常采用的 他们这些肯定是手字母大写的 对吧 因为我要 是不是对外可见的 他这里面定义的1是什么 这个时候就是什么 这个1就是什么呢 就是int64 就是他们上面定义的int64了 能理解吧 把它当成int64来处理了 能理解吧 他其实相当于隐式的 做了这样一个转换 把time点照着水 所以说我们怎么办 我在这里面 就应该传一个 是不是时间间隔类型 我在这里面写个100 写个100是可以 他就当成了什么 这个100就是100个 纳秒 能理解吧 但是你要注意 如果说我在这里面 N冒号等于100 然后把这个N传进去 这样一保存 是不是就有问题了 有什么问题 你看飘红了 有什么问题 这个时候类型就不匹配了 为什么不匹配了 你这个N这个变量 现在是不是一个 这是什么 什么类型的 是不是int类型的 人家要的是什么 什么int64 能吃你 人家是定义 要的是这个类型的 怎么办 怎么办 是不是得强制转换一下 因为它底层的 是不是都是int64 所以说 我就可以用一个time 点 这个类型 是吧 是不是类型 然后我括号 是不是得给它强转一下 把这个N传进去 这样就可以了 能理解吧 它和我直接传一个100有什么区别 这个100 是不是相当于我别人就自动的帮你转换成了这个duration 这个类型 如果说你用一个变量的话 是不是得你自己手动转 能理解吧 那我们通常是这个地方 比如说我们乘一个5秒 是吧 那就time.second 那你把它税5秒吧 这个上面就是什么呢 乘一个time.second 比如说这样写 也不是说它必须 它可以传一个数 是必须要传一个duration这个类型 只不够你传一个数字 人家帮你做了转换了 如果你用变量去存的话 就一定得干什么呢 就一定得移动了 显示的去转换类型 这是要注意一个地方 sleep sleep就是就停了 你让出CPU 然后你的程序就在那停了 5秒钟 好 给你演示一下吧 5秒钟过去了 开始飞 开始sleep了 可以吧 下面的狗就注水了 来 我们看一下go build一下 一回车 是不是它这个开始sleep了 然后是等5秒钟之后 所以相当于它这个时候会让出CPU 是吧 然后等5秒钟 5秒钟之后会答应这句话 就回来继续执行了 是这个意思 可以吧 他们点sleep 比如说你在公司里面写个代码 是吧 先留几个隐藏的sleep 领导说这个系统太慢了 我们得这个月的目标把它优化一下吧 然后把这个5秒钟改成3 是吧 然后这个月的绩效就完成了 是不是 学到了是吧 今天不许死刑 好了 刚才我跟你说这个 别吓得了 刚才跟你说的这个就是 咱们看一下 就是你看go的圆码 是吧 这就带你看圆码了 其实就是和我们之前讲的 是不是有点类似了 是吧 我基于一个内置的类型 创造一个自己的自定义类型 然后 下面是不是相当于造一些长量 这些长量 是不是相当于 其实它内部就是属于这个类型的 我写成 我写一个边写一个函数 就可以接收这个类型了 可以吧 好 这是刚才给你补充的两个 一个是sup的一个用法 还有这个什么sleep 好 回头 我看一下那个时区怎么弄的 怎么是老是39